今天的记者会 一分钟后正式开始 请各位贵宾就坐 两家低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加的是 娘家庭小代 巴黎奥运的奥园记者会 我们担任主持人 我们大家都知道 即将在巴黎奥运 7月份就要正式展开 所以这场比赛对戴智颖来讲 真的很重要 没错 而且小代其实在积分上 已经征战恩努力了非常久 他其实很少在家里 很少看到他 连你都很少看到他 没错 所以小代非常辛苦 既然这么辛苦的情况下 平常要补充满满的元气 要靠什么 当然要靠我们娘家的 低肌精跟熬肌精 对 而且小代确实也都会 带给他满满的活力 所以待会可以看到 满满活力的小代 今天到现场 我想有很多的贵宾 希望来见证小代 因为毕竟小代 在这次的比赛很重要 而且我们希望他能够 在巴黎奥运一举夺金 是 我们谢谢今天贵宾的到来 我们现在一一的介绍 现场与会的贵宾 好 接下来介绍我们贵宾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我们 娘家保健生计的执行长 林湘兰 林执行长 执行长好 好 让我们继续为您介绍的是 凤凰艺能的大家长 赵善意 赵总经理 总经理好 那接着我们介绍凤凰艺能的艺人 我们的艺人都非常喜欢看小代打球 都给他满满的鼓励 接下来来我们介绍的是 通路跟合作的伙伴 让我们欢迎的是 MOMO富邦媒体科技苏靖明 欢迎 欢迎 土阳开发科技黄义伟 朱冠豪 欢迎 好 让我们欢迎全联实业李婷怡 欢迎 袁靖庄企业陈明志执行长 好 让我们欢迎的是 力富声音黄丽琳董事长 董事长好 接着我们欢迎广告媒体伙伴 贝利德 卢秉勋 卢总经理 安索帕季志谦执行长等嘉宾 以及创期蔡玉琪执行长 好 让我们欢迎业界好友 台湾继而好文创关系企业 侯博安营运长 欢迎 欢迎品卓总经理 接迪亚创办人许能俊 好 接下来欢迎的是 我们的羽球童浩 首先欢迎的是 中山EMBA羽球队 吕礼智社长还有社友 欢迎 接着是康乔羽球队的小朋友们 今天来了非常多小朋友 都想看小代姐姐 那我们欢迎的是 羽马级羽球馆陈彦成馆长 欢迎 接着郑大燕 毕业羽球社林军达社长及社友 好 接下来欢迎的是 政治大学罗明秀教授 还有全家福 欢迎 再次谢谢今天出席的贵宾 现场有名的丽琳 让我们今天的记者会是 彭壁升辉 没有错 当然大家等待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等待我们 即将要前往奥运的戴智颖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今天记者会主角 小代 戴智颖入场 掌声欢迎 欢迎小代 有两位凤凰艺人的帅哥 余思达以及王孝辰 协助进场 今天记者会呢 真的看到帅哥陪着小代进场 小代姐也非常的羡慕 不也嫉妒哦 没错 而且两位帅哥的手中斗 拿着千镜巴黎 台湾之光 巴黎发光 对 这也是小代在 赛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所以待会我们会想办法呢 挖出小代更多的秘密啊 给我们大家的贵宾跟媒体啊 好 那接着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影片 因为小代其实从国小就开始打球 那民权国小是他的母校 那学弟妹们呢 这边有一支互动的影片 要让大家一起分享 我三年级开始就是接受正规的训练 然后五年级是我第一次去参加这个所谓的排名赛 EV ceğiz 嗨嗨嗨 刚刚其实就是看一看 打球的技术 看起来其实是还蛮不錯的 我觉得不管是念书 还是要继续打球 我觉得都是必须要有很辛苦的复杂 也只能跟他們說加油 如果是你喜歡的事情 就要堅持下去 好 那再來 我們還有另外一支影片 是娘家滴雞精熬雞精 2024年全球首播的廣告影片 請看 回到最初的地方 想要謝謝當初那個 遇到挫折 最後仍選擇堅持下去的自己 從小我就是到處跟 比我年紀大的選手比賽 想搭好就要一直練 堅持做什麼事都很辛苦 但不能因為沒有得到 就放棄了 這樣都變得很厲害 就是要一直練 這樣才可以變得很強 如果輸球難過的話怎麼辦 怎麼辦喔 哭一哭睡覺就好了 我覺得是假動作 就是因為可以破壞人家的啟動 讓人家可以跑得不舒服 其實在滑的時候應該是 好與壞都是成長的過程 最重要的是相信自己 好難喔 當妳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時 就會想要把它做到最好 身體會告訴自己 不要停下來 要再努力一點 會更相信自己 能把每一顆球接起來 打回去 不會努力 直到最後 因為我是戴字眼 熬練 只會守護每一份堅持 娘家滴基金 熬基金 娘家保健生技 哇其實這個影片看得真的是 非常的有感覺喔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也是 羽球隊起來的 那這個一點一滴努力的過程 其實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尤其是堅持這件事情 哇所以戴姐也是從小 開始打羽球是嗎 是的沒有錯 哇我也是從小學開始打羽球 不過我現在只能當羽球的公園阿伯喔 跟你們這個羽球的身手不太一樣 不過公園阿伯還是秉持著 持續堅持喔 做到最好的原則 那這個原則也是我們娘家的 一貫的這個品牌信念 那接下來就要請我們娘家的大家長 也就是我們的林湘蘭 林執行長為我們上台致詞 我們歡迎林湘蘭執行長 歡迎執行長 歡迎執行長 謝謝大家 哇我變成大家長了 沒有啦就是一個 帶領我們娘家團隊一起往前進的一個 嗯 帶領者 那我今天特別喔 就是非常感謝大家來 那我是娘家保健生計的執行長 那與其說我們今天參加是 娘家庭小黛巴黎劍的記者會 但我們更像是一個粉絲見面會 對不對 沒錯 謝謝謝謝 好那我們要先感謝還有非常開心 今天的最佳女主角 戴資穎小黛 謝謝 還有帶爸 對謝謝 也是我爸 對 對對對 還有兩位主持人 小黛姐 小黛姐 小黛姐本名說一下讓大家知道 喔 戴靖姐你好 我叫戴姐 我的名字不重要記住小黛就好 是是是 還有我們的 民視的體育主播王仁瑞 謝謝喔 那剛剛有介紹各位了 但是我還是要非常的感謝 今天來的所有在場的媒體朋友 先進們 謝謝你們 可以幫我們把這個小黛 進巴黎這個新聞好好的宣傳出去 因為最近都沒有很好的新聞 今天應該是近日最開心的新聞 對不對 是的是的 要掌聲來一下 掌聲來一下 對啊 然後在場我們有非常友好的 供應商有廣告圈的朋友 剛剛有介紹 還有我們袁靖莊 我們這些好朋友們 還有就是廣告拍攝團隊 貝利德的盧總 還有他的團隊 跟所有的羽球界的粉絲朋友們 那今天很高興你們大家來 還有我們鳳凰的趙總 還有我們鳳凰之心 謝謝你們 有你們我們真的是更熱鬧 好 那為了挺小黛你們早上來 會不會累啊 好 那我跟大家很開心的講 就是小黛真的是我們娘家的女兒 然後也是我們台灣的女兒 更是台灣之光 每次我看她在打球的時候 那個球還沒有落地之前 她就是永遠不放棄 這跟我們娘家品牌的精神一樣 我覺得這是我們大家 每次一看我都很感動 我有些時候都不敢看小黛打球 都閉著眼睛看我都好緊張 然後就看那個精彩重播 就很開心 然後我會感動的落淚 每次分享都好多人按讚 大家都是你的粉絲 對 那像她這樣可以一步一步的 在球沒有落地之前 都打出驚奇的好球 就一步一步的熬練出最好的自己 那就是我們娘家的精神 那她也是娘家的最佳代言人 照顧自己勇敢追夢 把自己照顧好 才能守候自己的家人 就像我們娘家一樣 就是用最好來守護最愛 那今年我們進入第十一年了 我們希望可以繼續往前進 那我們希望我們可以在 各位在世代的需求的保健 娘家都可以看見 那我們會繼續研發最好的產品 低基金 益生菌 大紅麒 講到大紅麒 最近剛好有小林的製銷的事情 那娘家大紅麒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是台灣潘子明教授研發 所以說台灣產製 台灣之光 而且我們還到美國 我們是得到FDA的認證 然後榮獲國家的品質認證 每一樣產品我們都是 非常的細心把關 所以在場有很多我們的 娘家大紅麒的粉絲 而且每天在用的 像Daya 還有我自己 還有我們同事們 你們都放心繼續用 都可以繼續照顧你的身體健康 好 那 我來跟你們講說 我們的成分沒有含那些 什麼什麼黴菌啊那些 都沒有問題 我們都在第一時間 就發表了這樣的聲明 請大家放心 對 品質有保證 對 品質有保證 大家安心 台灣之光 謝謝 謝謝執行長 謝謝執行長 好 那謝謝大家 今天用你們的行動 來守護小袋 那娘家也會繼續 用我們品牌的精神 來守護各位的健康 謝謝 謝謝 謝謝林襄嵐執行長 謝謝 那執行長這邊請劉布 執行長今天有準備了一束 非常特別的花束 要給我們的小袋 所以我們現在請小袋 上台接受祝福 來我們掌聲歡迎戴姿穎 真的是非常特別的一束花束 謝謝 而且小袋不但自己愛喝 也會跟全家人一起分享 所以只要她在家 我就更愛回娘家了 因為妳也有基金可以喝是嗎 沒錯 好 那我們請這個 兩位看一下這個中間的媒體 我們再來拍照 好 那我們也請工作人員 將敖基金的禮盒 拿上來給代言人 好 請執行長跟小袋看左邊的媒體 左邊 好 再請兩位看一下右邊的媒體 好 請我們的工作人員 好 我們把禮盒加進來 哇 這是今年的奧運限量款喔 好 那我們給小袋來掌聲也祝福她 那我喊娘家庭小袋 請大家喊成功奪金好嗎 沒問題 家庭小袋 成功奪金 好 我們掌聲再給小袋 沒有錯 好 那也請工作人員來幫忙把禮盒撤下來 那執行長先請回座 執行長先回座休息 好 那小袋要留下來 好 小袋留下來 今天呢 為什麼我們特別找這個戴姐 戴靜傑來 當然這一趴是讓大家很期待 我們想讓大家看到平昌根本看不到的小袋 對不對 戴姐 對 而且今天的訪問絕對是你沒聽過 所以耳朵要打開喔各位 對 因為這是小袋最後一次在這個 出國比賽之前的公開露面喔 小袋有沒有感覺到緊張 沒有 沒有 好 那我們就要讓她緊張一點喔 戴姐 OK 那你先 你先是不是 對 好 那這個小袋 你平常喔 我們知道很多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要問你不知道 因為這個戴姐說會出賣你 蛤 不要這樣 對 我會小力的就好 不要太多的 好 不過我們先來談談喔 你既然要出國比賽 平常打這麼多好的比賽 表現這麼好 有什麼幸運之物是你一定要帶出去的 小鏡頭 蛤 什麼什麼什麼 小鏡頭 就是陪我睡覺的 欸 什麼叫小鏡 OK 這容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鏡頭 這個聽起來大家應該都非常能知道 就是枕頭的意思 為什麼會變鏡頭呢 因為我們小袋從小是給爺爺帶大的 爺爺念 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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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久了 他就叫他的鏡頭叫 鏡頭 小鏡頭 對 因為就是大家都知道枕頭的台語是金袍嘛 對 所以台灣國語就變成鏡頭 原來是這樣 我想說是什麼東西啊 對 還有另外一個法寶 什麼 我會帶著娘家藕基金 因為第一個我睡覺有小鏡頭陪伴嘛 然後再來就是我起床之後需要補充元氣 還有膠原蛋白在我比賽的時候也可以幫助我回復 哇 帶娘家的熬基金是不是要掌聲鼓勵一下 沒錯沒錯 非常的稱職 那熬基金的部分 你有沒有喜歡的喝法 對 你到底要怎麼喝呢 你要教我們大家怎麼喝 我喜歡是煮沸騰的水的時候 最熱的時候喝 這是最好喝的 帶姐好像不是這樣喔 尤其是在家的時候 早上起來就 媽咪 媽咪 欸 熬基金就自己來了 就會飛過來我的手上 聲控的啦 什麼自己煮 那小袋都給我呼籠我們的 你根本是用聲控喝熬基金嘛 是不是 但是這個小朋友們不要學喔 我們還是 不良示範 我們是應該要照年輕人照顧長輩 我應該是我要弄給他喝啦 可是 因為我回家都就是 媽媽提了他 比較懶惰一點 比較懶惰一點 好好好 這是不良示範 我們這個 要上次喔 這個不良示範 千萬別跟小袋姐姐學喔 好 那不過呢 回到家除了喝熬基金 除了陪家人 聽說你有一件事最愛做的就是 跟外甥玩耍是嗎 對阿 就是從姐姐生了小孩之後 他就變成 哇 我一定就是 就算時間再少 我都一定要看一下他 聽說你玩外甥的方法很有趣 是不是跟我們大家示範一下 讓黛姐當你的外甥玩弄一下好不好 來來來這個麥給我一下 OK 我今天就讓你用一下 那我再說什麼意思呢 就是會像這樣 呃 所以我要說一下 所以平常我們家那位 就是小孩 他其實會 每次看到小袋回來的時候 他會去抱他 抱抱好不好 他就會這樣 馬上把頭皮走 對 所以其實小孩子是很聰明的 而且他不只有這樣子 他還有一般的 小袋還有別招吧 應該還有別招喔 對 諸如此類的在 用他的臉的各種部分 因為小孩就是充滿各種膠原蛋白 是不是有這兩種 平常你都這樣對你姐姐 跟對你的外甥的 差不多 差不多喔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平常 你們大家看不到小袋可愛的一面喔 嗯 那還有什麼要爆料的 嗯 那其實還有小袋他 滿喜歡小孩子的 喔 對 小袋滿喜歡小孩 那我是要問大家 幫大家問個問題 那小袋你有沒有想要當媽媽的這個目標呢 想要當 沒有 還沒有想過什麼時候要當媽媽 但是從以前 因為我們兩個就是兩姐妹 所以我就 有想過說如果我以後結婚了 我想要生兩個小孩這樣子 不對喔 我覺得我們就是很友伴 是這樣嗎 是兩小孩嗎 對但是因為近期就是大家很多媽媽都會常就是分享說就是自己跟小孩的互動啊什麼的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欸其實三個小孩很熱鬧耶 跟我們的執行長一樣就是哇塞 三個小孩 原來執行長變你的目標啦 對我覺得很厲害欸 不是不是 這種就是看別人的都比較開心啦 都比較開心啦 對 啊但是看到姐姐就是在顧小孩 我們家全家的人顧一個小孩 我覺得喔 原來欸 所以這個 應該這麼多人才可以 這時候雖然是說三個啦 但是未來的事情不好說 不好說這一段聽聽就好 對 所以小袋今天我們知道 這個喝熬基金是用這種聲控的方法 平常玩這個 他的外甥呢有這種可愛的方法 最重要我們今天知道的是三個小孩恰恰好的概念對吧 沒有錯 那我們其實就給志穎一個掌聲好了 畢竟回答這問題對他來說蠻不容易的 對蠻不容易的 平常很少看到戴志穎這麼輕鬆還跟大家講說 他對這個三個小孩有興趣 這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欸 沒錯是的 嗯 好那這邊呢我們想今天來這邊 除了要給戴志穎滿滿的這個加油祝福之外 很多特別來賓要來給你獻上祝福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行這一趴呢 我們先請我們的執行長 就林襄嵐執行長再次上台 我們掌聲歡迎 歡迎執行長 那我們請工作人員將熬基金送上 然後也請現場的其他工作人員為嘉賓送上熬基金 對那我們待會兒就用熬基金舉杯的方式呢 預祝小代在今年2024的巴黎奧運能夠順利奪金 為他職業生下再貼另外一個高峰 那接下來也請大家先把熬基金準備好 也把你們的相機準備好 我們來喊娘家庭小代成功奪金 我喊娘家庭小代帶他成功奪金 然後我們一起乾杯好嗎 娘家庭小代 成功奪金 乾杯 乾杯 謝謝大家給小代最冷呼呼的祝福 相信現場的各位 貴婷和客廈娘家的熬基金 也能感受到滿滿的元氣 好 非常謝謝執行長跟小代 那也請執行長跟小代繼續留在舞台上 除了我們的預祝奪金儀式之外呢 接下來從四月開始 連續三個月 娘家會推出盛大的應援活動 我們請鳳凰藝年的趙總 率領我們的鳳凰之心應援台來上台 為我們介紹 娘家庭小代巴黎奧活動 我們掌聲歡迎 歡迎歡迎 歡迎趙總 歡迎我們的娘家藝人團 好 接著我們看一下 由紅毛以及吳玉軒介紹的 這一個非常厲害的獎項 每個月會抽出 台北巴黎來回雙人機票一組 價值高達15萬 每月抽出連抽三個月 哇 這個我跟戴姐都還想抽獎喔 好 那接下來介紹的是 娘家擁有50萬粉絲的 豆卡頻道聯名推出的 娘家應援小代 歡迎我們的余思達跟楊基宇 為我們帶來的 豆卡的應援小代 歡迎 好 接著由王孝辰以及張燕辰 會帶來奧基金的奧元禮盒 裡面還有小代的應援毛巾 歡迎 掌聲歡迎 好 這些商品呢 全都限量贈送送完為期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機會 跟娘家一起行動應援小代 好 那也請趙總 我們帶領我們的應援團 跟大家一起合影喔 請大家先看一下中間的媒體朋友 留下這珍貴的合照 一起來應援小代 好 也請大家看一下左邊的媒體朋友 好 最後我們再看右邊的媒體朋友 好 最後我們一起來喊口號 加油喔 我喊玉柱小代 你們就喊奪金成功喔 玉柱小代 奪金成功 謝謝趙總 還有我們的鳳王應援團 好 謝謝各位貴賓 謝謝 各位貴賓請回座 趙總跟我們的應援團先回座休息 好 那 也請 向寧姐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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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接下來 歡迎康喬宇球隊 上台獻上祝福 他們都是未來的台灣激光 有非常多可愛的 對 宇球小朋友等待這一天 要跟小代姐姐合照喔 沒錯 他們也有機會 像小代一樣在世界發光 那他們其實很可愛喔 有準備的一組 他們自己準備的口號 要送給小代姐姐應援 那我們請隊長 來呼喊一下口號好不好 隊長 好 我們等大家排好一下喔 稍等一下喔 好 那我們把麥克風交給隊長 一二三 叫 一二三 叫 叫 叫 小代 小代 叫叫 哇 非常有power 而且讓小代姐姐看得很開心喔 所以也珍惜這個 跟小代姐姐一起合照 我們拿這個 來 大家一起拿 對 一人拿一張手卡 可以跟小代姐姐合照 而且其實他們這個口號很可愛喔 這個是真的會在比賽場上 聽到大家為自己隊友呼喊的一個口號 來小朋友們 還有跟小代姐姐跟執行長看中間 各位笑開懷喔 來開心一點 開到小代有沒有開心 有沒有開心 沒有人回答我是怎麼了 有沒有開心 有沒有開心 有 好 有開心 好 謝謝我們康喬羽球隊可愛的小朋友們 也請你們先回座休息 下樓梯的時候小心喔 好 好那接下來呢 小朋友玩了 當然還有大朋友也要持續來跟小代加持鼓勵喔 讓我們歡迎中山大學EMBA羽球隊 一起上台跟小代合照 好 他們都是台灣系列界的精英 今天專程來為小代獻上祝福 他們歡迎 中山大學EMBA羽球隊 好那好像他們也有口號對不對 有嗎有準備嗎 好來他們說有 那我們也把 有準備口號那是不是要一起來加油一下 現在是在喬口號耶 這是什麼情形 好了嗎 很多組 OKOK 好囉選定囉 堅持到底 我們挺你 哇 謝謝 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中山大學EMBA羽球隊 謝謝中山大學EMBA羽球隊 那請 來可以小代合照一下 來我們看一下中間的媒體 好非常謝謝中山大學EMBA羽球隊 堅持到底我們挺你 沒錯 好 接著我們歡迎正大EMBA羽球隊 他們也是一群非常熱愛羽球的朋友們 哇這個聲勢感覺到相當的壯大 想必他們也準備了熱鬧的加油口號喔 沒錯沒錯 這樣會太長嗎 拍得到嗎 拍得到嗎 好 來 好來準備喊口號了嗎 有準備好嗎各位 OK齁 應該有吧 面面相去的樣子 一樣的有嗎 好好好來 黑拍抄襟小大碧影 哇 黑拍拄襟小大碧影 那也謝謝你們為小黛音源打氣 大家一起看中間的媒體 好 我們謝謝政大EMBA羽球隊 非常謝謝大家一起幫小黛加油 除了這些特別來賓還有羽球隊之外 還有超級小袋的粉絲要上台 因為今天因為人數有限 所以他們是參加娘家的活動之後 幸運抽獎才抽到現場的囉 對 而且其實他們真的非常努力 我們歡迎粉絲朋友們上台 我們掌聲歡迎 好 而且其實他們都會跟我分享一些 他們怎麼樣去穿這個娘家參賽的 就是參加這個舞蹈的運行 其實每一個東西都非常的辛苦 對 到底是怎麼樣抽獎可以抽到 也是用盡了全力 那請問他們 這樣我們以後衝演唱會門票會比較容易喔 真的真的 好 今天是來自這個全台各地 這個熱情的小賴粉絲來到現場 好 而且大家今天穿隊服耶 怎麼回事 你們不是從不同的地方來的嗎 一定要這麼的努力認真 這個就對了 應援 很厲害 那你們有沒有什麼話 這個加油 恐怕要跟小賴 這個加油的發表嗎 有準備嗎 沒關係 我們給他一句 好 那我們待會就 我喊地底小賴 大家喊巴黎國際 這一區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巴黎國際喔 準備好 大家一起喊地底小賴 巴黎國際 你也留著啊 請問 你也留著啊 希望 我們先來張位子喔 喔 好 好了 好 那我的人 繼續做做做做 謝謝 全台灣喜歡小賴都沒有來的現場 我們跟小賴一起 可以為了 恭喜給他麻煩的祝福 讓他前進發力了 好 沒問題 好 好 沒問題 соответ巧 謝忻 好 還 nieuwe 好 小賴天啊 可是我的家 天啊 好的,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一位是由 小带小带,第一名,小带小带,我爱你,对不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啊,真的可爱耶,真的 好,好,好 不知道,是宁大哥,要协助立麦的吗? 以后,在做了很多这篇的工作,你知道小带很运,还没问题,还有 您任何其他小会小带公职以赛得被赠文,我待会呢,可以到你联防官具,来哦 而且因為今天都會最多一次 在他們的比賽者會重視的一個 集團 沒錯 而且我們謝謝大家精致能力 那我們今天的活動就在這邊告辭的技術 那也是大家回家的時候 請等待訂的水修目品喔 謝謝各位衛兵 祝大家有回憶愉快的一天 謝謝同時我們一喜好 未來我們的發展要遠遠持續所應 再次我們一場比賽 繼續回應 帶這頂加油 預祝他順利國際 沒錯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請小財先上舞台一下 可以用進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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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說 那我去說 你在這邊 我可以說三次 這個 不要我跟他 我跟他講 我以為是最好 簡單的 要把他進去 他們常常是 沒有 他們腳都瘦了 三次都突然回去的時候 一直都可以拆開 他們都叫我白痴的 我連白痴都沒有叫 你要整看一下喔 我們多往回去 他不是在裡面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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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 就接受禮隊 就這麼多在 我們都會 我們不可以說 換我白痴也是多 這樣 就在這裡 是沒差 對 在這裡 我都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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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一遍馬上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內地略法時間 大家謝謝 第二個 也是 離曲 軟 balancing 接下來啊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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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到 過 關機 Bye .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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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囉 姐姐一起 姐姐 幫我爆料好多 立馬 立刻立刻 一姐也要嗎 對啊我好害羞 你們沒有問題要問他吧 他很想 希望我在旁邊加料 好吧 OK嗎 可以嗎 唉唷 開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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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分享的是今天那個 看到那個 娘家這樣準備這麼盛大的記者會 還有你喜歡的 熬雞精的花禮啊 心情怎麼樣分享一下 我覺得很開心欸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現在外面 先被那個很大的 那個熬雞精跟低雞精的 盒子吸引就是我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東西放大跟縮小 所以我有先去拍了一張照 然後之後 因為我還沒有進去 就是參觀過會場的整個 整個狀況 然後跟排場 對然後我剛才進去的時候 就覺得哇 真的是很厲害 然後那個舞台的背景 就非常的大 很有氣勢 那剛才台上就是講說 不緊張征戰這個國際的大賽 因為七月就開始要幫他聊 準備的狀況怎麼樣 因為前陣子其實 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就是在比賽之前 其實我就有點受傷 然後回來之後其實一直都有 接受治療然後跟 復原但我覺得現在 也算是比較還在復原的階段 那因為下週就要再出國了 所以我就是可能會先依照 就是自己的身體狀況去做調整 對 接下來最近就是雅進賽 那其實像之前的拳音 那時候比完 那時候自己 應該是滿多感觸 因為可能就是 應該是最後一次打拳 那雅進賽應該 沒有優惠可能 就是最後一次 自己這次參加 跟過去有不一樣的心情 或者說自己還要怎麼 來面對這個比賽 這樣子 我其實都沒有想太多 因為就是這個問題是 每一個比賽大家都會問 因為我今年的每一場比賽 其實都是最後一場 對 所以大家得到的問題 大家得到的答案 應該也都是一樣 就現在其實我算是在準備 就是衝刺巴黎奧運的階段 所以其實我沒有想那麼多 對我還是都專注在場上 有沒有給自己什麼期許目標 你是指押緊賽還是奧運 那雅進賽到奧運這一段過程 我覺得這段過程 最主要應該是 要維持好的身體狀況 然後盡量的把傷趕快復原 然後因為後面就是 因為我覺得雅進賽這裡 就是自己可能也沒有說 有很好的訓練 所以我覺得就是 看自己的狀況再去做調整 那後面的比賽我當然還是希望 就是可以去以 在取得好的排名 的位置下去參加奧運 對 所以總是蠻重要的 對 目前傷勢的狀況 因為應該是膝蓋的時候 就包滿後 可以大概再跟我們多分享一下 比較詳細是怎樣的傷勢 然後現在整體目前自己覺得 會不會的狀況怎麼樣 呃醫生其實沒有告訴我說 我就是太仔細的狀況 因為我可能也聽不太懂 對那個有點 但我的訪護員知道 可是現在就是可能他比較需要 就是一些時間休息 對因為我從回來其實到現在 都還算在復原當中 對對對 自己大概評估自己 感覺大概有好到說幾層之類 幾層應該有一半 對 才一半喔 對 我覺得好像很多欸 大概有一半 因為其實回來說 就是狀況不太理想 對對對 對 現在就是看 下個禮拜可不可以就是 進入一下 就是有一點強度的訓練 因為要比賽 所以現在在那個練習上 還有一些營養補充上 有做哪些跟以往不一樣的挑戰 呃應該說 就其實國訓中心 有給很多 營養補給品 對就是可以給選手去申請 然後去做補充 然後也會有營養師幫你就是 看你在比賽上 因為每個項目的運動型態不太一樣 需要補充的東西也不太一樣 對所以都會請教他們 可以補充什麼 那我可以補充的都補充了 然後其他外在的其實像我這些代言 他們的東西都是有經過很多合格的檢測 對其實就是我在自己平常也都有在使用 對然後就是都 我覺得對於我們這麼高強度的比賽來講 我覺得其實 嗯 有在幫助但是實質上還是要靠自己努力 對 那今年是最後一年吧 那今天又是出國前的最後一場公開記者會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台灣的球員說 嗯 我相信大家都有在看比賽 對所以還是很謝謝大家的加油 然後對我的期許 但是我就是 大家也知道我不會放棄 每一顆球甚至每一場比賽 但是現在我覺得這個狀況是需要比較 保持健康一點 因為我覺得畢竟後面有更重要的比賽 對我要幫粉絲傳遞話給他 因為粉絲都會告訴我說 叫我轉到小代身體平安健康就好 就是過程或者是有沒有奪牌這些 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他們只希望看到他身體健康的完賽 打到最後這樣子 嗯 我想要問一下 就像你剛剛其實有提到 因為當然這個每一場 當然就是專注在比賽當中 但是真的可能有些地方 有些戰爭都會是生涯的最後一次 會有那種打完的時候會有特別感受 因為其實到每個地方 當然都不管是不只台灣 就是很多其他國家很多球員都很支持 就他們打完給你的掌聲 歡呼那些 就是當下會有真的那種 真的 欸這個真的是最後一次那種感覺 沒有 我太誠實了 人家我們看隔著電視聽到中文的叫聲 我們都洗漆皮疙瘩 但他可能沒感覺 我們自己在家聽的 喔怎麼那麼多人去應援啊 我們都嚇到 但也很開心謝謝他們到場 是真的很多人 對 是看得到的多人 對對對 但我沒有特別的感覺 說不定我以後會當教練又去那球場 也是 人身分不一樣 但我還是去了那裡 我可能會覺得 喔對我以前就在這裡摔倒流血 也是很奇怪啦 沒辦法 所以可以稍微透露一下退役後 現在先沒有想太多 我想先過一下就是 每天不用被鬧鐘叫醒的生活 這我幫她說 耍廢啊就是每天睡醒 哇幾點了 這是太白話文了一點 我是誰 我是誰 太白話文了 說得比較 好聽一點 就是不要被鬧鐘叫醒 這是大家的夢想 對 是不是 合理 合理 對啊 他去巴黎一參加奧運 還沒有想要 趁機體驗當地的什麼東西 呃 因為其實 因為其實 這一次其實不太清楚 他的選手村是設在哪裡 但是 我們進去應該就是 會以選手村為主 比較不會外出 到處吧 然後 對對對 然後加上可能 因為上次我們去過了那個 奧運的場館 就其實他的周圍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出去 然後我們也住在 就是不是走路會到的地方 所以我們也不是很清楚說 就是他的外面是不是真的很熱鬧還是 嗯 還是對這次奧運 因為我記得你是蠻喜歡收集一些吉祥物的娃娃 對這次巴黎奧運的那個東西 你說那個山腳 對 我目前一直看到但還沒有下手 可能我到時候去選手村裡面的時候 會有其他比如說有羽球像木的吊飾還是什麼的 我可能就會買了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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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有另外要比較深度訪談的 可以在前面坐在這裡 上前面這邊就好 是 一隻 一隻 而且手牌要抬高 這我的位置 對你的位置 小心 可以謝謝 嗨 你怎麼越來越瘦了 怎麼越來越瘦了 運動運動 很好很好 你做什麼運動啊 跳床 欸 這是很流行欸 我知道很流行啊 可是 我知道喔 我只是有一點問號 為什麼會選了跳床 現在很多台北的那個 對小型 嗯 唉唷你燈厲害欸 燈燈厲害欸 可以再講一下現在身體的一個人的狀況 因為剛剛說目前都還沒有做一些比較好訓練的狀況 對 對對 就是目前還在休息 因為我那時候 一回國的時候 然後就先去找了林醫師打了PRP 然後PRP 他的療程就是 本來就需要先休息一週 對所以 就是一週之後才開始 去 看一下我的 膝蓋的狀況 然後看 評估一下看能不能練習 但是因為 就是可能活動起來還是會 不是這麼的 舒服 所以就是還在 評估然後 這週有 再給林醫師 檢查了一下 然後加上還有給一個 蔡偉琦醫師 就是海腦醫生 他有幫我去 呃 就是 想了一些 讓我可以 比較自己做處理的方式 讓我可能出國的時候 防護員可以協助我這樣子 對 就是都有請教各個醫生 然後把各種方法 就希望說 下週可能可以先 就是 進行比較正常的訓練 因為在禮拜天就要出國了 對 請問你覺得你有相識 有分享到你的心靈嗎 那你是怎麼調適的 嗯 多多少少吧 因為 因為就是 你也知道一個 每天需要訓練的人 不能訓練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 不能訓練比 可以訓練還累 對 就是那種 心靈上的 心靈上的累 對 但是就也沒有辦法 因為 就是畢竟後面有更重要的賽事 所以 還是得先讓他復原 所以你要調適這樣的心靈 嗯 沒有辦法怎麼調適 對 你只能 只能等待 對 你覺得第三年 就是比較快 很快嗎 沒有特別覺得 因為後面的比賽好多喔 是真的 多了蠻多的 對啊 就是他改了新的一個賽制之後 我覺得 多了蠻多比賽 他那時候列出來 哇 該要打的就 十幾場欸 對啊 以前沒有那麼多 法國公開賽的時候 在那個奧運場館 你實際打的感覺怎麼樣 嗯 我覺得算是 蠻好打的球場 就是他沒有 太多特別的 順利風 就是 這麼明顯的 對 因為可能 在一些場館裡面 會有比較 大的 風向 是比較難掌控 我覺得那裡 算起來是 比較好打的 不可以 記者會結束了 不可以 他自己當主持人欸 結束了 結束了 因為這次去法國 就是 選手的狀況 就是 可能 房間被敲開 這些人有些狀況 那有沒有什麼東西 可以提點一下 就是 接下來 要去 我覺得是 沒有住在奧運村的你們 可能需要 媒體村的你們 可能需要 照顧一下自己 記得 可能帶個那個 什麼 突 突那個 門的那個東西 就是至少 門不要打 對啊 沒有啊 那個很小欸 沒有那個很小 小麥大 對 塞在下面就好 我後來都用 就是用塞的 對 因為就只要 因為我有聽到他們說 就是他們有認識的人 是住在我們的斜對面 是你們嗎 對 我們奧運的時候就住你們的斜對面 是 球場的斜對面嗎 還是 我們那個飯店的斜對面 對 那裡其實 稍微有一點點可怕 可以 可以 他這個 他這個可怕 你們沒有看到照片 他還會拍照跟我們分享 欸 真的很像 就是 跳早市場 他已經超越跳早市場 他已經超越跳早市場 我們已經有知道 就是他們的那個 規律的活動 他們好像是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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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234休息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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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會出來 小心 那個是你只要看到就 會知道 他們是一大早7點多 就會很多人 然後如果沒有人 就是那一整天 就會看起來就是正常的巴黎街道這樣 而且那個人數很匪夷所思欸 那個是像演唱會一樣的那種 人山人海的群眾 就是 你會 你會 知道有一點 有一點可怕 對 然後你就會看到 喔 就是我們搭車的時候 就看到有人的行李箱 在旁邊直接這樣 咧 然後就這樣說 什麼 就是咳那個行李箱 然後去跳早市場 對 對 對 所以就大家的東西 對 要小心 如果有去的話 他們有去幫 教練找 沒有可怕 因為我是完全沒有踏過去 因為有點 可怕 然後他們會加上賣很多東西 就是地板會有 很多 衣服 褲子 帽子 各種 然後掛在 旁邊的那個樹上這樣 然後地上 對 但沒有的時候其實他們 會來整理 就是是很乾淨的 對 所以你們 我們已經先去 一上二十六是兩個世界 可能是進貨時間 好 好 記住 你把那門當賣丟吧 我沒有 我沒有 我那時候是 亂用 沒有啊 因為我是去了才知道啊 所以我是在那裡 塞 那個衣架跟毛巾 對 我是塞衣架跟毛巾 所以可以帶去的時候 就可以先帶 對對對 可能會好一點 不然就是要一直 開那個勿擾吧 對 可是那個 沒有用啊 欸對 你們就是那個飯店的 你們知道那個鎖有的鎖是騙人的嗎 就是那個飯店不是下面會有一個那個鎖 就是鎖了有時候外面應該卡是不可以感應的 對 那個鎖有的是假的 裝飾用 就是你鎖了 外面還是可以開 哈哈哈哈 講到我不是很想去的 你覺得怎麼樣是那個密碼是嗎 沒有 因為我後來到下一個飯店去試的時候 它是不能 不能開的 但是有一些是可以開的 對 所以我不曉得那個設定上是有這種不一樣 所以有些你的卡是可以自己在 在外面把那個鎖起來門打開 哈哈哈哈 可以接一件事 就跟去了這件事一下 喔不能了 就卡住 可以了就還好 因為反正它打不開 在外面應該會發出 喔不會 我留守在台灣 對 對 畢竟那時候太多人了 對 對 什麼都很難買 票也想不到 對對對 在家看電視畫質還比較好 位置比較好 對啊 只是感受不到現場的氣氛 跟速度 對啊 對 是你們要小心的 對 是你們要小心的 哈哈哈哈 對啊 東西可能就是真的要一直看著 因為他們說那個鴻鈴的那個行李箱 是他們一下車的時候 才剛拿下來放著上去下來就不見了 不見了 對然後 因為我到的那天 因為我們人比較少 我們團隊我們只有五個人 所以到的都是我 我是顧行李的那一個 對 他們有分配啊 對通常他們會去幫我搬行李 所以我是顧行李的那個 對對對 然後我就想說 喔 如果他真的拖走我也要去追他呢 是不是應該要派一個跑快一點的 喔 我想說你是要說 因為我不是跑快的啊 還可以啦 對啊你們團 你這樣應該可以了啦 對還有學弟跑比較快 夠了 這時候還從行李箱拿出來 已經太慢 早就被拖走了 對就是隨時要把自己的東西看好 很方便 嗯 嗯 像小袋 你會不會對巴黎有點換你 就是想說 巴黎是個夢幻之子 怎麼會 嗯 其實 不會耶 因為就是出去的時候 我覺得把自己的東西帶好 應該算是很基本 只是去外面可能要再 多特別小心一點 就你們那手機啊 可能就不要什麼 這樣放在口袋 跑一半出來 你可能下車的時候 摸一摸就 拜拜 對就是 除非你想換手機 對 都收好可能 會是比較好 啊我自己基本上東西都是 收得蠻好的 所以我比較沒有這個困擾 對 而且他真的很會收東西喔 對 他在出去的時候 他都還會 像之前我去他都會 說你要放在哪裡哪裡 他會提點我 叫我要怎麼放 就是例如 不要真的放口袋 你要放在 什麼夾層 什麼的那種 對 因為他就是比較 出線條 欸 我可能去巴黎 我的東西都可以換 就是比如說 喔有那個口袋 你們就會 背包口袋 就直接把手機插在那邊 我是 我是會直接 因為很好拿 對啊 但是就是 顯然想去那邊換東西 沒有顯然台灣真的很安全 顯然想要換手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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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可能會在翹走市場看到喔 我們還有看到地上有那個 Apple Watch的表面 表面 表面 表面就是那一殼 不是 表面 只有 那個面 唉唷 在地上 會有各種東西在地上 會有各種東西在地上 很厲害喔 然後 然後 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東西 就是鞋子什麼都會有眼鏡啊 帽子 衣服 褲子 你想得到的 隨身用得到的應該都會在那裡 對 對 你等一下顧好不然你可以去找我看我你的 呵 他們就說東西被拿走了去對面買了 菊老師你比較好 呵呵 呵 說 這幫忙保管 對 保管錢 對 然後因為他們說他們看到他們在買東西 他們都是一包就是提著走 然後覺得喔 大家看了拍拍你 叫你把東西打開給他看 沒有了你就繼續走 呵呵 所以那裡就有很多人 真的很奇妙 人物行動圈 我們每天都在那上面就是看他們在幹嘛 然後很多人的時候 他那對面的那個街道是非常大的 大到 全部滿人 淹過來另外一邊這樣 就是你可以想像那個人是 莫名其妙聚集在那裡 像開演唱會這樣子的那種感覺 你看你有看過 那個 五月天的那個演唱會 對 世韻大到那的路算大了吧 對 就是如果他那一節 就是他可以像那樣這麼多人 就是把他密密麻麻的 對 因為我都有串影片給他們看 就是那一節就會是那樣 對 滿驚人的 大家小心啊 對 因為我們有看到就是你們的外面 還好你們住選手中 對啊 選手中不知道長怎樣 你們有去看了嗎 附近也滿光亮的 裡面咧 裡面還不錯啦 我覺得設計感滿短的 黑那個園區 設計感滿漂亮的 好喔 我很期待 對 我很期待餐廳 我只期待餐廳跟住的 好喔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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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到時候遇到你們的時候 不要跟我說什麼東西丟了 要去對面 對 但是我們滿有東西給街坊 在新手村這樣 不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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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謝謝大家 謝謝 辛苦了 辛苦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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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不要玩 我第一次看到你們 我腳帶一點點 好嗎 謝謝 很可愛 拜拜 謝謝 謝謝